车子高速行驶发生严重意外 不少路段加装测速照相 一不小心收到罚单和包大失险 没想到网传有方法可撤销罚单 一根柱子最多只能摆三个牌子 而且牌子的高度要介于120公分到210公分 用这个理由做深度 罚单撤销的区域就很大 网友背后的柱子上正好有四个标示牌 驾驶在行车途中 无法瞬间辨别这么多指示 交通法规共感设置的确要求 同个柱子最多只能放三个牌子 不过还是能依实际路况裁粮 有超速还是会被罚 一般大陆在100公尺之前 就会警告示 尽量不要去以身试法 切勿侥信 但下面这个情况 的确有机会主张罚单无效 如果收到检举达人的罚单 一定要请警察去现场拍照 还有没有现役器 证明对方拍的影片是真的 影片也可以作假 还有一个商议的空间 如果无法证明 违规影像的照片真实性 确实可以向警方申诉要求撤销 调阅监视器一旦影像过期 恐怕就有争议 另外不系安全带 控不意外 层出不求 轿车失控猛撞 分隔道翻滚 驾驶没系安全带 车内抛出惨死 据国道经统计 今年1到9月 没系安全带抛出车外 就凑成16人死亡 国道首创AI抓未系安全带 用颜色自动识别 鬼虎口路段启用 只要被侦测到 立刻被系统上红框 总而言之 上路别抢快超速 更要系好安全带 才能安全又饱荷包 记得周佳文飞亚乔 综合报道